大家晚安 这个周末很多人去过了夕阳的耶诞节 那天气状况真的也蛮符合耶诞节的气氛 因为寒流暴到 很多地方温度都不到10度 不过是比较偏干冷的感觉 那接下来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上面 其实星期一温度会有小回温 但是到了星期三 又会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气南下 另外有些地方也会有些降雨出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未来一周 星期一到星期二 这两天这一波的寒流逐渐要减弱了 那在今天中午北台湾台北的温度 高温大约在15度 到了星期一 午间的温度可以回升到19度 但是要留意 晨间还是偏冷 在早上的时候 大概还是在10度上下 所以你早上出门的时候 还是记得穿暖一些 骑车的朋友手套围巾 记得还是戴着 星期二的时候 大约还算是稳定的温度 但是要留意到 温度虽然回升了4度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主要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宜蘭地区 会有一些飘飘雨的情况出现 到了星期三 这一个时间点 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 那北部地区 温度会小幅度的下滑 从原本的五间高温19度 降到大约剩下16度左右 那降雨的区块 也会稍微的增加一些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些的降雨 那包含了像是在花莲台东 都有震雨的机会 气温的部分略为下滑 西半部地区大致还是晴朗 而到了星期四到星期六 这段时间 东北季风虽然有持续影响 但是温度的状况 会缓步的回升 到了星期六星期日 这两天的五间的温度 北台湾已经可以回升到 18度左右 但是还是要留意到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同样还是有震雨 另外呢 西半部地区的温差 未来一周都明显的比较大一些 尤其虽然天气晴朗 但是中部以南 温差都有来到十度之多 另外要提醒 到了星期六日 大家很多人是要准备跨年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 虽然说 整个的温度状况 是一路在上升 但是还是一样 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有些零星的水气 所以如果你要从事户外的 跨年活动的话呢 外出还是要带个语句来备用 另外呢 找出晚归的朋友 当然还是提醒大家 穿得保暖一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今天低温的部分 今天的城间低温 就从这张图 先带大家来看 正是早上七点左右 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 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 几乎呢 都在十度上下 高山地区都在接近零度 南投的中辽 出现了平地最低温 只有3.3度 另外像是云林 桃园 新北 彰化 也都因为辐射冷却作用 比较空旷的地方 都不到5度呢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低温特报的区域 要特别留意的呢 包含了南投 以及苗栗 这两个区块 有出现了橘色提醒 主要是因为 这两个地方 有机会出现 6度以下的低温 另外像是在新北市呢 则是因为有机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而且呢 会是连续 24小时出现 所以提醒 新北市地区的朋友 在今天到明天 外出的话呢 都还是要记得 穿得暖一些 因为低温的部分 会比其他地区 持续的更久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最新的这一张 卫星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台湾北部的海面 虽然薄薄一层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冷空气通过之后 出现所谓的 这样的云阶的现象 已经到了台湾 东南侧的海面 那也就代表说 整个冷空气 是持续的在往南走 台湾附近的水气量 并不多 那这样的天气状况呢 持续的延续到 星期一星期二 整个的冷空气 是持续在减弱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星期三 也就是天气有变化的这一天 高压逐渐要往南下了 那在星期三的时候 东北季风开始增强 北部地区的高温的部分 掉到大约剩下16度 南方有水气北台 因此东半部 东北部的阴风面 也容易会有一些的降雨出现 但是呢 整个的冷空气 预计在星期五到星期日的 这段时间会逐渐的减弱 那到时候呢 北台湾的高温 可以回升到18度左右 温度是余速一路的往上走 但是呢 还是会有一些 阴风面的短暂阵雨 提醒那有安排 要出外进行跨年活动的朋友 多加留意近期的天气状况 那我们在云图上面 还是可以看到 台湾附近在这一两天 水气量偏少 但是呢 近海的浪偏大 主要是因为沿海的阵风偏强 苗栗以南 一直到这个云林的沿海地区 都有机会出现 八级以上的阵风 另外东半部地区 尤其在台东 同样阵风也是偏长 海边骑车的朋友 也要多加的留意 来看到各地的详细预测了 北部地区 明天的高温 会回升到18、19度左右 那在温差的幅度 大约是在8度左右 层间偏冷 中部地区同样也是早晚 也是偏凉一些 高温的部分 可以来到22度 但是层间只有在9度11度 南台湾 明天同样也是天气晴朗 高温的部分在高雄屏东 可以来到23到25度 东半部地区 明天也是一样晴朗的天气形态 宜兰的云量稍微偏多一些 那在层间的低温 大约在12到14度 外道地区 可以看到天气同样 也是晴朗稳定 马祖的高温在14度 金门澎湖大约是89度 未来一周主要留意的 变化时间点就是在星期三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降雨的情况会逐渐出现 另外到了周末的时候 温度会回升 但是还是有些零星的震雨 外岛地区在马祖 同样也在星期三会有些变天 那在星期四之后 云量还是稍微添多 金门跟澎湖天气状况 大致稳定 小丁宁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曾经还是偏冷 外出的朋友记得穿保暖一些 西半部地区沿海的阵风偏强 海边骑车的朋友注意安全 我是陈根 广回来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